字幕提供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次RO仙境傳說愛如初見 有新職業 就是十字軍 我們立即跟大家試玩新職業活動和技能 跟大家看看外觀 我自己很喜歡十字軍 你看到披風和盔甲都是非常有型的 當然不少看看新職業活動和獎勵 我們從40開始到75 每達到一定的級別 我們都可以獲得十字軍福利禮包 如果我們到了 直接領取就可以了 裡面有些裝備 有些券可以讓我們抽東西 其實福利也非常強 當然不少看看新的技能 一共有三個流派 盾牌 聖十字和緩護 各有特色 有些玩輸出 有些玩防禦和輔助 再看看技能 有盾擊 迴旋盾擊 然後聖十字攻擊和聖十字審判 都是以前我們玩十字軍一定會玩的技能 試試給你看 聖十字攻擊 嘩 傷害非常棒 然後再來一下聖十字攻擊 聖十字審判 嘩 打完範圍 非常有型 迴旋盾擊 飛過盾出去也會造成一定的傷害 還有盾擊可以一撐爆敵方 這些技能也是非常有型的 不少就是今次更新的新地圖古城 是否童年回憶回來了 大家進入這個地圖 應該會看到一些幽靈弓箭手 而且它的景色也相當漂亮 我們先跟暗神觀影一下照片 還有鏡妖 周圍的地圖都做得非常仔細 大家更新完快點進來古城玩吧 跟大家看看一些新增的MVP 大家可以看到古城有海美拉 打贏了 我們可以獲得一些頭色圖紙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卡片 當然還有這個藍雀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它也會有眼鏡圖紙和卡片 然後是血腥騎士 打贏了也有機會獲得卡片 最後就是黑暗之王 其實這隻我超級喜歡 打贏了也有頭盔圖紙 還有它的卡片 有機會 即時跟大家打一下新的MVP 打一打這隻海美拉 哇 大家看到嗎 非常虛陷 這隻海美拉 其實是很難打的 因為大家看到這麼多人打 都是很容易被它秒殺 基本上打了一會 已經搞到絲環騙野了 不過經過十多分鐘的努力 全地圖的玩家一起努力 終於可以搞定它了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這隻海美拉 你看到現在大謊 已經睡了起碼七成八成人 真的打的話也挺辛苦 最好約整個工會 或者約多幾隊隊友 一起去攻陷它 這樣就最好 到最後我們差不多可以打死它 只剩下1% 終於差不多打完了 OK 那就贏了 我們看看 剛好被它擊掌 不過沒關係 我們復活一樣可以獲得獎勵 大家看看 這次大更新 除了地圖和職業更新之外 還有新的等級 我們可以升到90等 亦可以換到90等級的新裝備 大家可以看到90等級的新裝備 其實全都是強勁的 所以大家趕快升到90等級 換到新的裝備 又增強你的戰鬥力 無論是鞋、披風、武器等 通通都有 還有就是90級的神聖勳章 大家90級就可以開啟這些神聖勳章 有盆石、草木勳章、風暴勳章 全部都會幫助大家加上物理傷害 以及毫無法傷害 所以為何要大家趕快衝到90呢 因為你開啟更多的功能玩法 你就可以成為戰場上的戰神 還有就是聖結勳章和霹靂勳章 其實真的新增了很多玩法 聖誕節當然不少就是新的時裝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聖誕禮物袋 這個是背色 然後有深型煙火棒 這個是嘴色 然後還有猩猩帽頭色 最後還有一件衣服 聖誕快樂套裝 我自己最喜歡嘴色的煙火棒 擔著那個是有煙花的 很有趣的 事不宜遲立即跟大家抽一抽 我們看看究竟可以抽到什麼 來了 我們呢... 咦? 這抽好像沒什麼 不過沒關係 再來多10抽 好 有兩個紙也不錯 不過這次聖誕套裝也抽不到 我看看下次能否抽到 聖誕節有四大活動 第一個要跟大家玩的是雪原探寶 大家可以到指定地圖獲得銅幣 然後是小雪花、紀念品 每天可以有四次 小雪花、薑餅全部都很有用 小雪花可以幫我們換禮物 當然銅幣可以給我們聖誕節多花一點 只是說笑而已 大家可以隨便運用 不要錯過這個活動了 第二個活動是魔物的雪花節 這個玩法很簡單 我們打野外的魔物 有機會額外掉落 很簡單 我們出去城或者打魔物 看到聖誕玻璃也打敗 有機會打到這些掉落的獎勵 這個活動大家不要錯過 我自己最喜歡這個雪象原擊戰 玩法很有趣 我們進入這個戰場 要取得一些積雪 然後我們可以追著其他人 扔雪球、打雪象 技能方面我們當然有普通扔雪球 扔到別人沒血 他就會結冰回血 看我吧 雪球攻擊 嘩 這裡一夜打兩個 好棒啊 接下來是來堆雪玻璃吧 這是給我們換一些獎勵 大家可以看到 每天都可以透過你拿到的積分 或者一些物品 去解鎖更多的獎勵 這個玩法很簡單 大家玩我剛才介紹的三個活動 玩完之後就可以來堆雪人了 最後跟大家介紹一下工會聯賽 大家的工會足夠40人就可以報名了 每星期二、四、六 20時55分 到21時20分 就會有三場 三場決定排位 另外我們的玩法 主戰場是佔領墓碑和殺魔物 我認為每星期的工會聯賽都非常好玩 大家不要錯過了 最後也提醒大家 今次更新之後 跨復工會聯賽已經開啟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和留意一下 最後一個玩法 一定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聖誕節玻璃補箱 很簡單 大家之前玩過我所說的聖誕活動 就會獲得一些聖誕物 這些聖誕物我們可以去抽一些 時裝 又或者素材 又或者有用的東西 來吧 我們插一插玻璃補箱 看看會有什麼 咦 不錯呀 有一個兌換券 然後再來一次 好 又有一個兌換券 好 再來 會抽到什麼 咦 有高級齒輪扭蛋和兌換券 兌換券方面 我們可以去商店 然後就可以用我們的兌換券 換回你想要的時裝 又或者是素材 除了玩活動可以獲得一些物品 去開寶箱之外 我們可以去商城買禮盒 也可以開到豪華玻璃的寶箱 當然啦 中獎率比較高一點啦 需不需要呢 你就自己決定了 好 我們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到這段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資訊